各位同學午安 今天我們進行到第六講 這個標題是總統 因為這是我們憲法這個章的名字 但是下面有一個副標題 虛偽或實權國家元首的制度抉擇 就是說我們這一章都是在講總統 但是總統現在對我們來說 在憲法上發展的過程當中 一直碰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把總統他當然是國家元首 但是他要做一個虛偽的國家元首 還是要做一個實權的國家元首 我們的制度一直有變遷有擺盪 當然你們都知道 現在我們的總統 你要跟他說你是虛偽的總統 他一定不會服氣的 因為他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今天這個部分有幾個大塊大的單元 第一個是談總統的定位 第二個是總統有什麼樣的職權 你們可以跟著書上的講義往後面翻 第三 總統的職權比較多 接下來就是總統他是怎麼樣的被選舉罷免的 然後最後還會有一個 有關於總統的就任跟去職的問題 然後最後最後第五部分是總統的特權 這個其他的我們上禮拜有講過 民意代表有一些特權 比方說不受逮捕的特權 言論免責的特權 總統有沒有特權 這個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會規定 但是我們有 好 現在我們看一 總統的定位 總統的定位呢 我們又要回到這個簡單的修憲 歷程的回顧 我們在憲法 在憲法有關於總統的定位 是有變遷的 憲法的本文上次講過了 你大體上可以認為總統是虛偽的 因為總統不管是發布法律命令 都需要行政院院長的附屬 總統能夠直接作為的很少 可能想起來唯一的例外 就是如果行政院跟立法院意見不合 發生了衝突 而立法院看起來第一回合是勝利的話 行政院長戰敗的行政院長 可以請求總統合可 然後進行第二回合的複議 複字是重複嗎 第二回合 就這個合可權算是實權 剩下的大概都是形式意義居多 到了臨時條款的時候 因為為了要打仗 所以視權要集中 所以那個時候的總統呢 好像是為了要動員看亂之需要 所以集中了一些權力 那麼比較重要的憲改呢 就是在1997年四次憲改 使得總統實質上 已經取得了指揮行政的地位 你不管你認不認同 但是因為行政院長是他任命的 也是他免職的 那這樣子你說他對於行政 不能實質上指揮很難理解 好 那麼憲法變遷的背景 這個樣的改變是有什麼樣的背景 有什麼樣的軌跡可以考慮呢 首先是歷史的因素 我們過去的傳統的帝制幾千年 兩千多年 是不是有一個一定的影響 你們現在看電視 看傳統的戲劇 是很清楚吧 然後 升職在民間的一個想法 就是要追求聖君現象 所以呢 作為國家的元首 那個人就 隱含著跟我們想像當中的皇帝 是相當的立位 所以這個是一個影響變遷的背景 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呢 是不是有國內的因素 特別是 如果當時的時局比較緊張 我們要鞏固領導權威 兩岸都講同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總統的權力就會強化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是跟台灣的民主潮流有關的 這個是我們從總統不執選 變成總統執選 還有影響我們剛才變遷的 另外一個因素 可能是國際因素 當我們特別需要 再強調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就非常想要 有一個主權獨立行使的表征 所以這個地方的人 每個人一人一票 來選他的總統 你就感覺上這個國家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雖然理論上說 不一定要這樣 我們假定沒有總統直選 只有國會議員直選 難道可以說 我們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但是感覺上 好像就是差那麼一點 他是一個選區一個選區一個選區 那再下來 這樣子做上次老師講過 我們是在1996年第一次 舉行了總統直選 趕在1997香港回歸以前 明顯的政治意味 就是對岸要講一國兩制 我們不同意一國兩制 台灣不是一國兩制適用的地區 所以要在這個時候 做成這樣的動作 好這些都是歷史的背景 你們上次第四講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一些感覺了 那每一次我把這個變遷的事情 稍微這樣子描繪一下 你就會勾起一些回憶 好 下一位 麻煩您練第三十五條 從憲法的規定開始 就是三十五條 有關總統的規定 總統為國家元首 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這樣子的一句話 能不能判定總統是有權的 還是沒有權的 我們的憲法本文最大的爭議 就是當時有一個強權的人 大家都知道 然後憲法寫成這樣子 你要說他有權 還是說他沒有權 那我們也不要管 當時的情況是什麼 而是要看憲法通過的文字 憲法剛才三十五條的文字 它對外代表國家 作為國家元首 有說它是實權的元首 還是虛位的元首嗎 那在這裡面 產生了幾個有趣的問題 第一個 總統以外有一個副總統 副總統能不能兼任行政院長 這裡我們有419號解釋 那這一段文字呢 已經寫在 主要的意思已經寫在這裡了 下一位麻煩念一下 4-419 4-419要注意它的時間 它是在四次限改 剛才講總統直選以前的事情 好 請繼續 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 憲法並無明文規定 沒有明文 然後 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 兩者職務性質亦非寫不相認 好 請問為什麼要講職務相容還是不相容 為什麼 30號解釋 我們前幾個禮拜才講過啊 30號解釋說 判斷呢 你有一個本職 你可不可以再去做一個兼職 尤其是跨部門的 行政跨立法 立法跨哪裡的 那他要問第一個問題說 這兩個職務如果同一個人來兼 有沒有衝突 有沒有利益衝突 有沒有憲法上的利益衝突 立法權撞到了司法權 本來要分工的 要對要制衡的 現在兩個合一了 那還有什麼制衡呢 好 那現在注意這句話 顯不相容 並非顯不相容 這句話很有學問對不對 你說 非顯不相容 還有一點不相容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不然為什麼不寫說 並無並非不相容 為什麼並非顯不相容 有沒有人能夠回答 為什麼顯不相容 請問為什麼加個顯字 為什麼他們之間不相容 並不明顯 為什麼 你們覺得大法會隨便寫嗎 不會吧 這都是咬文嚼字 一群人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覺得這樣表達 恰如其分 多一不少 不是這樣嗎 好 再想一想 副總統平常 在憲法 你有看到哪一條 規定副總統的職權 我們憲法 只有講總統副總統 從來沒有單純提出來 副總統要做什麼 簡單的講呢 副總統 如果你要問李登輝的話 說李元柱是最好的副總統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 他有什麼任務 我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他沒有特定的任務 憲法本來沒有給他特定的任務 講得不好聽點呢 那個人呢 就是講 萬一總統怎樣的時候 他可以繼任為總統 那這樣的人如果聲音很大 總統會不會有一點壓力 那這兩個人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呢 我們現在憲法徵修條文 明白地講 這兩個人必須是統一黨的 如果不同一黨 是不是很恐怖 聽不懂嗎 有另外一個黨很討厭你 恨不得你早點死掉 他可以繼任你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這會產生 你自己埋下了動盪的因子 是你自己埋下去的 憲法如果這樣設計的話 聽懂嗎 但是我們當年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問題並沒有特別處理好 也就是說 他們不一定是同一個敗系的 不一定是同一個政黨 現在說非顯不相容 最直接的理解應該是 副總統本來按照憲法 並沒有特定的職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你說他會撞到誰 撞到什麼人的職權 這很難回答 如果你認為總統是屬於行政部門的 那行政部門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好像沒有什麼衝突 如果你認為總統是另外一個意義 他應該超然獨立的 那他兼了行政院長 他當然很難超然獨立 但是這個一定是憲法所禁止的嗎 好 往下 為 為此項堅任如於總統缺違 或不能適事時 將影響憲法所規定 繼任或代行職權是設計 你聽懂了嗎 大法官現在抓到了毛病說 哎呀 那如果是同一個人 會影響到繼任跟代行職權的設計 等一下我們到最後的時候會講到 簡單的講呢 本來No.1是總統 那No.1 這個如果過去了 被位的人就是副總統 副總統如果走掉了 他是行政院長他代行職權 那麼如果現在行政院長 No.2跟No.3 兩個是同一個人的話 那就只有一個被位了 那你們會問一個問題 那只有一個被位就一個被位嗎 有什麼關係 你要問阿別的話說 有那麼嚴重嗎 是阿所以大法官應該解釋說 為什麼那麼嚴重 所以不可以嘛 好再往下 與憲法設置副總統結行政院院長職位 分柔不同之人 擔任資本職位盡相符 好回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你認為這號解釋 基本上的解釋方法是什麼 是文藝解釋 沒有阿 是目的解釋 並非顯不相容阿 是體系解釋他也沒說出個道理來阿 是歷史解釋嗎 我們上次講過了阿 活學活用阿 上次本來不是在講 四字第三號講 各種法律解釋的方法 包含憲法也是要適用 這樣法律解釋的方法阿 現在看起來它主要挑剔的是本子 本子就是原初的意思是這樣 當初的意思是這樣 那你跟當初的意思不符 那你們厲害的人一定可以 argue說 歷史解釋本來也不是最終 也不是絕對的 對不對 那就算跟當時的原意不符 假如不影響又有什麼關係 那我現在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這個是在修憲 四次修憲以前的 總統上沒有正式取得指揮行政的地位 時候所做的解釋 好我現在問的問題 誰都可以回答 如果現在總統說 我就是要副總統去監刑政院長 可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 你要給我講 你不能用直覺回答 我要先想一想 然後給我一個理由 我跟你們講這樣的問題 你們不要覺得我是跟你們開玩笑 它隨時都有可能會發生的 當然發生的 會不會到大法官來解釋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有什麼理由說不可以呢 有什麼理由說當然不可以 我不敢排除這種可能性 也許你們會說419號解釋 419號也是有說嚴格禁止嗎 他說並非顯不相容啊 不是嗎 在419號解釋 之所以提出來 419號之前 我們的副總統監刑政院長 從層層開始就屡有先例啊 在當時那個憲法都沒有禁止 沒有禁止也有這樣的例子啊 那現在我們修憲了 正是總統變成的最高行政首長了 那你說他不可以派一個副總統 來兼行政院長嗎 照當時這個規定 這個時候還沒有改 行政院長是總統提名 民進立法院同意 那這個419號解釋 如果當時的總統這麼回應的話 你該怎麼說 他說我這樣做是立法院同意的 哪裡違憲啊 所以你現在的問題是 你現在的答案是 你們要想一想 行政院長是怎麼產生的 是不是由總統直接任免的 影不影響這個答案 是不是當然影響 因為現在剛才講的419號 419號是總統提名 當時的副院長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同意以後 他才能上任擔任行政院長的啊 他沒有立法院同意 他怎麼當行政院長 當時55條還在啊 還記得嗎 我現在講話 如果我講55條聽不懂 你要趕快翻條文啦 上禮拜我們講過了 所以我就要去重複裡面的內容 你現在的答案是一個可能的答案 另外一個可能的答案 應該是要去想一想 這幾次憲法變遷的結果 我們的整個憲法結構 或者講憲政體制 是不是已經產生了 直 本質上的改變 憲法本文 因為總統是虛位的 我們看不出來他是屬於什麼權 所以那個副總統來兼 只要立法院能同意 好像也沒有不行 所以我剛剛說 陳誠那時候他不就是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嗎 他不是要依照總統提名 送到立法院去同意擔任的嗎 那麼到了現在419號的解釋 這個被解釋的副總統 兼行政院長是誰 連戰 這個人在我們的視線的過程當中 也會留下一席之地 因為他的緣故 產生了很多有趣的解釋 這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419號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那時候被解釋的時候 做成大法官解釋的時候 是85年12月 這個時候他已經沒有接了 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問題 還要不要大法官解釋 聽得懂嗎 你們來申請 立法院來申請 說這個人不適合 你們是同意的 你們先簽獎金 是立法院有多數同意他擔任行政院長 那當然少數不同意 不同意就來申請了 申請大法官也受理了 受理了以後 受理的時間 做成解釋的時間 85年12月31號的時候 這個副總統已經不簽行政院長了 他說你們吵死了 我不簽了 不簽了問題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還解不解釋 我們還一樣解釋 這個我們到第9講 我們會處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制度 是抽象的違憲審查制 我們重視的是一個存在的法規 有沒有抵觸憲法 那如果是一個具體的審查 那在本案可能就有問題了 具體的審查一定要有爭議 爭議如果已經解決了 那我們就不處理了 在美國是具體審查 我們是抽象審查 你也可以說抽象審查 比具體審查的大法官呢 權威更大 我只要想凑理 這個問題即使不存在了 我仍然認為它有憲法價值 它很可能再發生 不會因為現在你們說和解了 好已經不告了 不會我還要處理 好以上是419相關的文章 你們有興趣去看 好我再問第三 另外一個問題 請問4至419號解釋 在今天還能不能適用 我剛才已經強調了 419號解釋 是在第四次憲法徵修之前 按照當時的憲法結構 所做的憲法解釋 是在當時那個憲法的規定下 它的理解是這樣的 那你認為這個解釋 今天還能不能適用 我們把這留一下 到哪時候會講呢 第10講 第10講老師要專門處理 本書裡面最難的幾個問題中的一個 憲法結構改了 大法官做憲法解釋 他要怎麼跟著調整 還是他不需要調整 聽得懂嗎 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 同樣一個問題出現在三個不同的制度的國家 他們可不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解釋 聽得懂我講他的意思嗎 這個到時候再說 好在下面還有一個問題 在目前之下 如果你們覺得 比方說你是蔡英文總統 你說呢 你們吵什麼吵 我這樣做 你們說我創立黑機關 我在總統府召開一個什麼 什麼吃飯便當會 你們也批評 吵死吧 我自己兼行政院長行不行 聽得懂嗎 行政院長是我認的 我任命我自己當行政院長不行嗎 我可以任命別人不能任命我自己啊 想想看這要怎麼回答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憲法是非常有趣的 好下一位麻煩你念第36條 好謝謝 這句話能不能說總統這個統帥 是真的統帥還是假的統帥 看一下我的標題阿拉伯數字2 統帥與統帥有差別嗎 你們嚇過象棋嗎 象棋是哪個帥 帥哥的帥 那這個統帥跟那個統帥 持統帥非比統帥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 你們同意嗎 說呢前面那種統帥 是統而帥是有實權的 後面那個帥是統而不帥 是沒實權的 你們也不要覺得這個話完全不對喔 想想看英國女王 她也是三軍統帥阿 因為她是國家元首 她要對外代表國家 那當然軍隊表面上要向她服從阿 要效忠於她阿 她是虛偽的代表國家的這樣一個意義阿 所以她真的能指揮軍隊嗎 不行阿大家都知道 如果沒有總理的附屬 命令都發不出去阿 是不是 所以兩種可能阿 那在這裡你能看得出來 我們是哪一個嗎 看不出來吧 然後再下來呢 軍隊國家化要看138跟139 這個問題呢 我們以後可能還有機會可以講 現在我沒有時間多講 簡單的講呢138跟139呢 我認為啦 這個人要查一查 應該是在這個制限當時呢 我猜想應該是共產黨 非常堅持的兩個條文 我們先把那個條文念一下好不好 下一位138跟139 138全國陸海空軍 需超出各等地域及黨派關係之外 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聽得懂嗎 這句主要思想 誰 他不可以屬於哪個黨 當時主要的軍隊都是國民黨 對不對 那當然同理 現在如果有人對共產黨講同樣的話 那要看共產黨的 這個中共的憲法有沒有這條 聽得懂嗎 那我估計應該是沒有 因為有這條號就難辦啦 聽懂嗎 這就是我們從一個所謂憲政國家 一黨獨大一黨專政的黨制的國家 變成一個憲政國家 一個重大的差異 軍隊必須要超出黨派 只能效忠國家 他不能忠於哪個黨派 那139條就不念了 黨派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 武裝力量作為正政治工具 這一點好像中共沒有準手吧 不然怎麼會今天這個樣子呢 這個講起來就有點傷心了 好 所以這樣子看呢 看不出來說他是實權還是沒有實權 2.1出現一個你們沒有看過的東西 叫做軍政軍令二元化 這幾個字能夠把大義講給我聽的舉手 什麼叫軍政什麼叫軍令什麼叫二元化 二元化相對於一元化 對不對 這有沒有聽過應該我猜想應該你們沒有聽過 我也不知道你們以前公民與道德到底在上什麼 好看一下下面 這個是我們在當時憲法本文的結構下 基本上總統是沒有實權的 但是總統因為是一個所謂的政治上的強人 而且跟軍隊有密切的關係 蔣先生是不是這樣子 兩個蔣先生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希望對於軍隊他要有一定的掌握 而且當時又說要反攻大陸 好所以就發展出實務上就發展出 創造出所謂的軍政軍令二元化 具體的規定在哪裡 我下面有引了 67年7月17號最後一次修正公布的 國防部組織法 裡面呢就有這個規定 去看哪裡呢看1.5.13 那我現在因為時間的緣故我簡單的講一下 第一條 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 第五條 國防部設參謀本部 部裡面還有部 國防部下面有個參謀本部 那下面有陸軍海軍空軍聯合勤務 各種司令部以及軍管區司令部 其組織另以法律定制 所以國防部管全國的事務 全國國防事務下面呢還有很多部 尤其是有參謀本部 那重要的條文呢應該是在第13條 你看出現在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國防部部長 為文職文官職特任 中理部務指揮監督所屬的職員 到這裡好像看不出來軍政軍令 有什麼二元呢 你講的對還是不對呢 你這樣看看不懂 你再往下看呢 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剛剛不是講國防部下設參謀本部嗎 參謀本部的組織令以法律定制嗎 就定出來了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你看一下他的第三條跟第九條 你就看懂了 第三條 國防部參謀本部設佐列單位 比方說參謀總長辦公室 聯合作戰訓練部 政治作戰部 人事參謀次長室等等等等 好多個好多個好多個 好那現在看呢 比較重要的是後面的這個十三條 而第九條 官方部參謀本部至參謀總長一人 一級上將 什麼叫一級上將 幾顆星 五顆 沒有 全國只有一個五顆的人 就是蔣先生 他叫做特級上將 只有一個 沒有別的 一級上將是四顆 當時在全國軍隊裡面 只會有一個現役的一級上將 那個人一定是參謀總長 再下來的其他 比方說陸軍 衝軍 總司令 聯軍 總司令什麼 都是二級上將三顆星星 好這是第九條第一項 重點在第九條第二項 參謀總長在統帥系統 為總統之幕僚長 所謂統帥系統 就是指的軍令權 總統行使統帥權 關於軍隊的指揮 直接經由參謀總長下打軍隊 聽懂了嗎 這應該沒有人聽不懂吧 所以 誰管軍隊 總統 總統要下打 有關於軍隊調動 部署 作戰的命令 要經過參謀總長 所以參謀總長 非常重要 他是總統在 軍令系統的幕僚長 好下面第九條第三項 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 這是我們講的軍政系統 為部長之幕僚長 因為國防部屬於行政院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這塊沒有動啊 所以只能軍政軍令二元化 把軍令系統切出來 由總統去直接指揮 軍政系統按照憲法的規定 它本來就是國防部屬於行政院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這個部分不動 但是兩個有個交接點 就是參謀總長 所以參謀總長重不重要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了嘛 當時你們印象當中 最有實權的 最有影響力的參謀總長是誰啊 那你們都知道了就好了 好這個 當時誰做參謀總長 那個人就是實際上 對軍隊的指揮 調動最主要的負責人 好我們剛剛看了 這樣子看起來呢 透過軍政軍令二元化 總統實質上 取得了軍隊的指揮權 但是這個軍政軍令二元化 是不是合乎符合憲法本文的意志 是大可商榷的 因為請問你 總統如果發布 他以統帥的身份 發布命令調動軍隊 還要不要複屬啊 好啦 剛才講了37條 有聽不懂嗎 公佈法律發布命令 都要經過行政院長的複屬 問題是複屬是假的嗎 上次老師舉過那個例子 你現在呢 在東漢末年 你得到一張任命令 派你當荊州賜使 你很高興 你可以上任嗎 你要看一下那個是命令 是不是只有漢獻帝的名字 有沒有曹操在旁邊複屬 聽懂嗎 如果沒有這個人複屬 你敢去上任嗎 你到達駐地 大概命頭腦都 腦袋就掉了 誰附屬誰負責任 附屬的人才擁有實權 他是決策的人 那這個是典型的內閣制的 典型的制度 因為國家元首是虛位的 我們不能說不要他簽署 不要他簽署法律怎麼能夠 對全國人民生效 軍隊怎麼能夠調動 命命怎麼能夠下打 但是明明不是他的決策 所以一定要決策的人 在旁邊附屬 當然照我們中國人的慣例 假如需要附屬的話 通常皇帝命令不需要附屬的 但是我說假如需要附屬 照中國人的慣例 是不是 附屬應該自寫的小一點 那如果附屬自寫的很大 那你應該更懂了 就算他寫的小小了 沒有他寫 那也這樣不能 那這個規定37條 反過來講 如果總統公佈法律 發佈命令 沒有行政院長的附屬 怎麼樣 那就不應該生效 沒有講這個效果 但是就是這個意思 因經 因經而未經 不能產生應有的法律效果 這樣講有聽懂嗎 那你們都知道 你們去看書就曉得了 原來兩個人 號稱叫肝膽相照 這不是我的用語 他的用語 這肝膽相照 我與某某同志 是肝膽相照 兩個肝膽相照的人 為什麼變成肝膽劇烈 就是因為附屬 這件事情 大家意見不一致 總統第一次感覺到說 喔 我這個總統還被人家這樣簽字 好 那所以 隨著總統的地位上升 權力增加 尤其是直選以後 你可以看到他的改變 他就一步一步的朝這個方向 我們上次講過了 第二次憲法徵修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 遲早總有一天總統要直選 只是怎麼直選不確定 那你看到了第三次 還沒有直選 但是已經確定要直選 第三次的憲法徵修 就出現了第二條第二項 跟第二條第三項 好 下一位 麻煩你找出來 第三次憲法徵修條文 第三次憲法徵修條文 第二條第二項 跟第二條第三項 唸給我們大家聽聽看 總統發布一憲法 經國民党派問 立法院同地任命而言之 任命令令 除去行政院院長制附屬 我先用券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好 所以這個規定 這個現在這個規定 是不是修正了三十七條 三十七條是無條件的 只要你公布法律 發布命令 你都要經過附屬 現在告訴你 我把你範圍縮小了 你們可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條 這個縮小了一點點嗎 縮小了很多 原來要經過同意而後 任命的人員 本來他就不需要的 但是第二條增加了一個字 任免命令 這種人總統可以免嗎 比方說 當時的行政院長並沒有免職的規定 憲法裡面沒有關於行政院長的免職規定 因為行政院是向立法院負責的 所以立法院什麼時候不要他做了 他就不能做了 可是現在加了這個規定以後呢 變成呢 總統對行政院長的免職命令 或者是總統對其他 經過立法院同意的這些人員任命 這些人員基本上都是 比方說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大法官 都是依據憲法 應該超越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的人 總統可以把他們隨便免職嗎 書難想像 但是總統這句話寫在這裡變成 總統對這些人做了免職的命令 不需要經過行政院長的附屬 這句話已經夠清楚了 我說免職就免職 你不要表示意見 所以在人事上 他的權力一下增加了很多 好下面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項 下一位 第二條第三項 行政院長之免職命令 虛心提名之行政院院長 經立法院同意的生效 老師在講義上寫著 這個叫做建設性倒閣 這不是我的用語 這是德國人的用語 德國基本法這樣的規定 這個是一個妥協的結果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讓這個 現任的隔魁下台 你必須要先選好下任的隔魁 作為條件 這樣子他才能走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呢 這樣子最主要是 不會讓國家的行政權陷入真空 舊的走了 新的還沒產生 那請問這個國家 到底有沒有人領導 表面上有個國家元首 他是空的他沒有實權 我現在是講德國的憲法 主要是在梅克爾總理的手裡 Bundeskanzler的手裡 那這個人你叫他趕下去很容易 那沒有人能夠上來 那這個職位一直空著 這國家怎麼轉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 所以他說 好這個舊的人的免職令 要以新的總統選出來 新的總理選出來 作為前提選出來他才能生效 他沒有舊的接任的人 沒有到任以前 元任的人不能離職 這樣講有沒有聽懂 好啊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看嘛我們就是內閣字 我們跟德國學的一樣的 你先不要太高興 這個叫做過度 你再看一看 第四次憲法徵修 第二條第二項 來下一位請念 第四次憲法徵修條文 我們都在第二條喔 好第二條第二項怎麼寫呢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 與一憲法 及國民大會或立法院 同一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 以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不需行政院院長之附屬 不是要憲法第37條之規定 跟剛才你念到的 剛才前一位念到的 第三次徵修的第二條第二項 小小有一點不同 因為它增加了一個解散立法院的命令 你不需要附屬 但其他的沒有動 對不對 基本上沒有動 好 但是這條我不必動 我幹嘛在這裡修 請下一位再念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句就可以了 請政院院長有總統任命值 好這樣子聽懂了 這兩個條文加在一起 認是我認 免職的命令不需要你同意 難道我不能免你嗎 所以你久了還覺得 我們是內閣制啊 我們明明學德國引進建設性的倒閣啊 你到這裡已經看懂了 過去已經過去了 往事只堪回味了 現在我們不是這樣了 這些地方它只動了少少的文字 但是整個憲法的結構 實質精神上 產生了非常重大的改變 如果你現在還不覺得 總統是實際上在領導行政的人 那我覺得你好像不大像台灣人 你大概不是活在這裡的 可能是不知道哪裡偷渡來的 OK 好以上是總統地位的實質改變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總統的職權 下一位麻煩你 這個憲修條文第三次 憲法本文37條 憲修條文第二條第二項都不要念了 我們現在是依法公布命令 法律或命令 那這個法令是不是依法 是不是包含了一憲法 那這裡會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立法院覆議以後 做成維持原決議 那麼這樣的法案總統還能不能不公布 還是仍然需要總統簽名以後才能公布 這個下面看這個案子 這個是具體已經發生的 93年9月14號 立法院以114票 當時還是225個 所以是過半了 否決了行政院所提的 319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這個條例以後還會出現 有一個重要的解釋叫585 立法院通過了這個真相調查條例 但是行政院不喜歡 然後呢經過總統的和可 退回立法院去覆議了 覆議的時候立法院優勢 維持原決議 好那陳水扁該怎麼辦 他不要這個東西 但是他覆議他輸了 那要不要公布 我們憲法沒有明文規定 那陳水扁呢在9月24號 他用一個令把它公布 他不能不公布啦 但是公布的同時他加了一個意見 他說 本條例部分條文 容有違憲之重大爭議 以尋求釋憲或修法加以解決 以符合憲政法理 所以這裡是一個compromise 我們憲法沒有規定 碰到這種情況 還要不要總統來公布 在美國憲法有明文規定 如果碰到這種覆議成功的情形 他就直接生效了 不要總統公布了 總統本來就不喜歡他 不喜歡這個法律 所以才退回去覆議 我也不要強人所難 懂不懂 你本來就反對 就讓你繼續反對 我也不讓為難你了 那就自動生效了 不要經過總統了 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總統想來想去 好我一方面公布 一方面加個文字說 這個我實在是跟你們講 我很不勉強還勉強 我很不想同意的 不過以後要解釋 這話真的就有585 好下面一位麻煩店38聊 好那你認為這是總統的實權嗎 總統要宣戰就可以宣戰 要訂閱就訂閱 要購合就購合嗎 注意要依本憲法這幾個字 依本憲法的規定 主要在哪裡 58條的第二項跟63條 換句話說這些事情 都不是行政 都不是總統可以決定的 都是行政院跟立法院 互動的結果 這種事情行政院要報立法院 立法院要審議通過 然後形式上 國家元首的身份說 我們締結什麼條約 我們決定要購合 那有關於條約的這個部分 我們下一講還會再講到的 就是原來我們有個條約 跟協定的處理準則 大概的意思是說 條約一定要經過立法院 沒有問題 條約以外有沒有一種東西 叫做Executive Agreement 行政協定 這個行政協定 還要不要送立法院 現在很多國家 應該先說 我們跟大多數的 世界上的國家 都沒有外交關係 跟少數的國家 有外交關係 他們也不願意 跟我們簽條約 因為very sensitive ok 那不簽條約 我們就把它簽 叫行政協定 那行政協定 就可以躲過立法院監督 不要送立法院 聽得懂聽不懂 這個比318還更前進一步 318只是說 沒有說不送立法院 他只是覺得立法院還不夠 監督的還不夠 他要從頭開始監督 並沒有說不送立法院 這個是如果是行政協定 就可以不送立法院 所以這才產生了 大法官329號這個解釋 這個解釋以後 這個洞被補起來了 基本上 現在不管你叫什麼名字 只要你對人民權利產生影響 那這些都要經過立法院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以後再看這個解釋 好 下一位請念第39條 總統的權力一大堆 但是你看到現在為止 哪一個是實在的 要不然是依法 要不然是依本憲法 要不然是別人來發動 哪個都不是你能決定的 30 39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 好 繼續 但須 但須經立法院之中 或或立法院認為必要時的決議 已請總統戒嚴 好 現在來看一下講義 戒嚴呢 原來是一個法文字 叫做eta the siege 翻成英文呢 eta就是state the就是of seage就是siege 意思就是說這個城被圍起來了 有一種城池被圍困的狀態 這句叫做戒嚴 簡單的講 城池被圍了 是不是命在旦夕 這時候還有什麼好客氣的 最後殊死一戰了 所以所有的權力 通通由軍方接管了 所以戒嚴就等於軍管 那你覺得戒嚴可以隨便戒嚴嗎 如果隨便可以戒嚴 那滿街都是 不要公務員 都是軍人就好 聽懂嗎 我們文武是分制的 不一樣的 好這時候就要看戒嚴法 戒嚴法說依法戒嚴 依什麼法 就是戒嚴法 戒嚴法第七條 就告訴你戒嚴就是軍管 然後戒嚴呢 一定要限於戰爭或叛亂 只有兩種情況能夠戒嚴 其他情況原則上是不可以的 那戒嚴的程序呢 它有一點小的區別 那下面呢 你們就看戒嚴法的規定 那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憲法的規定 首先要經過行政院會議的議決 其次要經過立法院的通過 那麼立法院隨時還可以決議 以請教總統解嚴 所以是有一個制衡機制的 回來想一想上次老師問你的問題 我們到了緊急情況 權力需要集中才能應變以求生存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同時要注意 制度面要保留一個制衡的可能 如果總統宣告戒嚴 他一直不解嚴怎麼辦 聽得懂嗎 他一直實施軍管不解嚴 那你說我們有憲法 不是根據憲法戒嚴的 所以你們大家繼續忍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適度的平衡 那你說太強也不行 首先你看到他不是總統的權 因為是經過行政院會議決議 所以是行政院要發動 行政機關要發動 其次呢還要得到立法機關的同意 他要同意 那或者要追認 同意呢是事前的 還沒有發布之前 那如果你先發布了 你至少要得到我的追認 那以後如果我還有要求 那我隨時都可以叫你給我解嚴 你就得解嚴了 這樣可以嗎 另外當然也不要太擔心 總統發布戒嚴的戒嚴令 要不要行政院要附屬 你不管哪一條都沒有排除這個 聽得懂聽不懂 好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呢 台灣地區戒嚴的時間很長 戒嚴呢會產生什麼影響 第一個影響 就是司法權 它會產生一種不確定的狀態 因為戒嚴以後 軍方是可以出來接管法院的 軍方有軍事審判系統 所以我們當時定了一個叫做 重大刑案 德化交軍事審判的這樣一個辦法 什麼叫重大刑案 要看情形而定 最典型的例子 台灣第一件搶劫銀行案 叫什麼 被告叫什麼 李斯科 李斯科是個退伍軍人 李斯科搶劫華南銀行案 就是用軍法審判 交到當時警備總部用軍法審理的 可是大約一個禮拜以後 在高雄縣的彌陀 產生一個彌陀郵局搶案 這也是個智慧型犯罪 他比李斯科高明一點 李斯科是衝進去把錢拿走了 他是說各位 對我們是衛生所派來給各位注射 疫苗 預防 每個人就打一針 打一針通通都昏倒 他就從容的把郵局裡面錢 大概七十幾萬 李斯科搶銀行 搶了兩百八十幾萬我記得是 那這個郵局搶了損失 台灣已經很有錢 郵局也有很多現金 七十幾萬 結果七十幾萬的這個案子呢 交司法審判 沒有交軍法 以前以後差不多大概十天左右 你可以看到這個戒嚴的影響 如果我認為這個案子重大 我就可以交軍法 我也可以不交 所以前一案交 後一案沒交 當然我也可以想像 你如果每個案都交軍法 大概台灣又受到很多國際的指責 所以第一案震動了 好好好交軍法 速審速捷 第二案呢 那算了 這樣案子可能還蠻多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們看 戒嚴法十一條 可以全面的 全方位的限制很多種人權 簡單的講呢 我現在消禁了 半夜不能出來了 我要實施郵件檢查 不然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內鬼通外神 還是內神通外鬼 不然你們怎麼講 聽懂嗎 所以郵件也要檢查 這個也不可以 那個也不可以 集會遊行罷工 示威罷工 都都不行 因為現在要打仗了 我們城都被圍起來了 生死就在一瞬間了 你們還在遊行示威 這省什麼體動 不行 所以它對人權也會有很多的限制 好 那你可以想像 那解嚴完畢了 當年因為解嚴產生的影響 總共要不要回覆呢 那你看戒嚴法第十二條 有個解嚴的程序 那台灣地區呢 從38年5月20號 十四戒嚴到76年7月15號 解嚴 這時間很長啊 差不多38年吧 對不對 那解嚴以後 什麼效力呢 看戒嚴法第十二條 那就是說 要怎麼樣怎麼樣處理 那麼 當時在戒嚴的時候 曾經經過軍事審判的案件 那要說 軍閥審判我不服啊 你要給我平反啊 好 先開始 是動員看那時期 國家安全法 第九條 你們自己去查條文 我不在這裡多講了 那麼後來 我們又制定了 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權力回復條例 這個顧名思義聽懂了吧 哈哈 你當時受過軍閥審判 權力受過損害 好 現在我們解嚴了 給你恢復一下 所以說 今天雖然有引號 叫轉型正義這個名字 當年沒有轉型正義這個名字 但是不是沒有轉型正義這個作為 我講聽懂了嗎 那不然為什麼要這樣子寫呢 顯然就是在補救這個戒嚴時期 人民權力所遭受的損害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注意四字第477號解釋 這個解釋我認為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好下一位麻煩你念477 一段一段來 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 刑事案件之審判 權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 其適用之程序 與一般刑事案件有別 究極功能一由所不足 批法機關乃制定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權力回復條例 對犯內犯罪及外犯罪 符合該條例所定要件之任命 而負其權力或給予相當非常 而明定陷於犯外犯罪 內犯罪之案件 襲擊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 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 實施戒嚴之情況下 軍事審判機關所認為 所為認識用法 對認識用法我們講過好多遍了對不對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簡稱就叫認識用法 這個軍事審判機關所為之 認識所為之用法 然後 容有不當之處 至於其他刑事案件 不再上開 存立回復條例適用之列 要屬立法裁揚範圍 與憲法上無底確 好這是第一段 你們同意不同意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給大家回復 但是回復的呢 有一個範圍 只限於犯外患內亂 然後接受軍事審判的 那你們又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只有外患內亂 那其他什麼竊盜啦 殺人啦什麼的就不行嗎 不行 大法官說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尊重立法的裁量 聽懂了嗎 好你在這裡尊重立法裁量 那你再看一下下一段 你又問一個問題 那你前面尊重 你為什麼到這一段 你就不尊重了呢 好下一位麻煩你念下一個段落 好第六條 剛才是講適用範圍 只有內亂外患罪 經均事審判 好現在是講適用對象 誰 好繼續 以受無罪之判決確定前 曾受激壓或行之執行者為行 好暫停一下 這句話有沒有聽不懂 有一個人 他最後受了判決 是無罪判決 但是你在判無罪之前 你就把他關起來了 甚至你就把他關了好久 先進行了行的執行 在當時的情況很多很混亂 我不敢講說 照理講應該是 判罪確定了才服刑 但是還沒有判罪確定 也有服刑的 至少先關起來了 那這種人是不是有受損害 你最後判決無罪 但是之前你被關了三年 你認為你權利有沒有受損 我講話有聽懂嗎 什麼權利受損 什麼權利 人身自由 是不是人身自由 因戒嚴時期軍事審判機關的 這樣的作為 把你抓去關起來 而受損 好 這種情形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這樣的人 就可以來請求 好注意下面這四個字 未能包括 第六條 只有這種人 而沒有包含下面這些人 這種例子在當時很少見 477號解釋 現在重點在這裡 第六條的立法規範 有有不足 你只規定了一種typical的類型 其他的類型你沒有規定到 一般來講沒有規定到怎樣 沒就沒規定啊 立法裁量就沒有啊 不行 這裡是違憲 好繼續 未能包括 慢一點慢一點 確定前或後 不起訴處分 確定前或確定後 你有可能被關 還有 今治安機關在部 以罪嫌不足進行釋放前 在你釋放以前 你已經被關了八天 比方說 無罪判決確定後 無罪判決確定後 可能你還沒有被立即釋放 還又繼續關了兩個月 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 執行完畢後 你現在是有罪判決 有罪判決我執行完畢 有罪判決三年 三年執行完了 還繼續關你三個月 這些在我們現在想像都是匪夷所思的 很難想像的 但是當時我不敢跟你說沒有 重點是在 你有沒有受到非法羈押 從而產生了對人民權利的侵害 如果有為什麼不賠 為什麼只限於剛才講那種情況才賠 我們現在這麼多種情況都有 為什麼沒有賠 好往下 受羈押或未盡依法釋放置人民 系對權利遭受同等損害 因相由回復利益者 若未規定 嫌疏立法上去重大瑕疵 好暫停一下 這個是立法不足 應規定而沒有規定 大法官給他一個評價 說這是立法上的重大瑕疵 重大瑕疵還要不要容忍 還可不可以說是屬於立法裁量的範圍 你高興這樣規定還是這樣規定 不行大法官不同意 好那重大的瑕疵呢繼續 好就此而言幾個字圈起來 為什麼要寫就此而言 有沒有人能回答 這個人如果答對了加一分 這表示你很厲害你看得懂 什麼叫就此而言請回答 為什麼要加這四個字 任何人都可以回答 請說請舉手 你們讀起來就此而言 有什麼意思 我們把句子念完好繼續 就此而言 好這邊等一下再講到這裡先到這裡 就說與憲法第七條有所抵觸 什麼叫就此而言 與憲法第七條有抵觸 現在整個第六條被我們宣告違憲嗎 是適用對象了 但是現在適用對象有所不足 有漏違規定的部分 就已經規定的部分 我們有宣告他違憲嗎 沒有 是你沒有規定的部分 被我們宣告違憲 我們現在怕你們讀不懂 你們把那個好的跟壞的 壞的是沒有規定的 好的我們沒有挑剔 但是好的以外 還有其他跟他一樣好的 你沒有給他救濟 那個部分違憲 所以這個條文是 立法規範不足而違憲 並不是已經規範的部分 也跟著全部失效 沒有 我這樣講有沒有聽懂 聽不懂的舉手 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案型 是不一樣的 我們上次看到 上個學期看到的案型 大多數是立法太超過了 你應該管一分 你管了五分 就你多管了四分 當然不能讓你再繼續管 但是本案呢 是立法太懦弱了 太不夠了 你現在規定的沒有錯 但是你另外其他的規定 也要規定而沒有規定 就因規定而未規定部分 就這個部分而言 你是違憲 好 那現在剩下一個問題 你們就要問了 那我們這些人 沒有規定的時候 怎麼辦呢 好 剛才那位念後最後一句 是 第六條明明就沒有規定到 但是你就用那個條去請求賠償 大法官給你開一條路 送佛送上西天 就這樣走 往那裡走就對了 聽懂沒有 這是不是很特殊 這個案子非常特殊 因為他沒有規定的情況 他就沒有規定 那我跟你講沒有規定違憲 好 那你是問我跟你說 那我們這些人該怎麼救濟 他一直不規定怎麼辦 第一 他應該在一定的時間內規定 如果你看兩年到了 他還沒有規定 好啦也不要等了 就用那條去救濟吧 這樣有沒有清楚 好我再問一個問題 剛才那個部分 那個同學答對的那個部分 要來跟我講 要加分加一分 我問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答對也要加一分 請問我們就規範不足 直接在解釋文或者解釋理由書裡面 直接告訴他要怎麼救濟的 除了這個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解釋 477號解釋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 有吧 上個學期 我們講了救濟 大法官解釋 怎麼樣讓人民獲得救濟 尤其是對於個案的當事人 有沒有 多少號 你看通通回答不了 怎麼辦呢 請你們在旁邊 右邊那個助濟欄 老師現在寫了725 寫上去 再加兩個 737跟747 都是規範不足 沒有規定 大法官給他特別講 那你該怎麼救濟 尤其747 747除了講通案 沒有規定的部分 立法者應該在多少時間內做規定 其次本案的這個申請人 你特別可憐 你該怎麼救濟 我們都一起講了 通案跟個案的救濟 通案是向後生效 個案的救濟是塑集到本案的申請人就可以用 有沒有聽不懂 原則上大法官解釋 是從解釋公布以後向將來生效 那這個人他已經沒救了 他已經來申請 他救濟已經沒有得到了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塑集到他身上給他救濟 這樣子才有人願意來申請 要不然所有人都傻瓜 我來做功德 我替你們做得辛辛苦苦 然後說你們得意 我呢 我活該 那這樣子的制度呢 好啦 我們到這裡 提到這裡應該已經夠清楚了 然後再往下 還有制定一個叫做戒嚴時期 不當叛亂及匪諜案件 這個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這個也是一種轉型正義吧 沒有這個名字 是不是也這個意思 這夠不夠清楚 這尤其是針對當時所謂引號 白色恐怖被用匪諜 來這個罪名來處理的人 那麼我們也成立了一個財團法人 叫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即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1998年運作到2013年熄燈了 一共受理了1062件申請案 核准率99% 一共核發了196億2300萬元 這些現在還要主張轉型正義的人 要把剛才過去講這些做過的事情 通通要拿來 你們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都沒有發生過 這已經發生了 他就這樣 當然你可以跟我argue說 哇這樣看起來 我們只有一萬多件這種 所謂白色恐怖不當審判案件 然後來申請原則上都可以核准 因為99%都核准了 然後補償金額到196億 你說受害人有沒有得到補償 我們有沒有試著要做一些正義 做一些填補 這樣講清楚了 好下一位請念第40條 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付權之權 好依法依什麼法依赦免法 那麼赦免的這個種類 剛才講了大赦特赦減刑付權 好是什麼意思 你們自己去看那個條文就知道了 尤其是大赦跟特赦 它的效力有些不同 要自己小心 我不要去全部幫你們 你們自己應該已經準備過了 現在我們只需要看一下283號解釋 下一位麻煩你念283號解釋 一句話就完畢了 總統依憲法第40條 及赦免法第3條後段規定 所為罪行宣告無效之特赦 特赦 我們現在只講特赦 好對於 對於以執行之行 不深訴及既往效力 今宣告此奪公選者 自設免令生肖之日期 回復其公權 我們赤奪公權 主要是赤奪它的參政權 選罷創付的權利都沒有了 那麼現在呢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牽涉到的這種特赦的情況 比較特別 那麼它會使得沒有執行的刑 就失去了 比方說你現在是15年 已經被關了10年 然後特赦了 那後面的5年當然就不要關 但是請問前面關的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冤獄賠償監討完我 他說不深訴及效力 這是特赦 如果是大赦的話呢 已經執行完畢 他也不處理 但是那個罪名消失 就等於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罪 效力上有些不同 好要依法行使這個權利 那這個法就是赦免法 好那請問發動是怎樣呢 請看三 這是判斷總統有沒有實權 總統得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研議 你看這個句子 總統可以命令人家去研究 這是不是他的權 你可以說這是總統作為國家元首 真的僅存的一些特權 但是這些權利呢 你認為可不可以隨便行使 這影響很大對不對 有罪的便沒有罪 然後停止執行 或者會復權什麼的 那這影響非常大 這減刑 我們有幾次重大的慶典 有實施減刑 過去我們在君主專制的時期 國家對於行民 是非常講究的 他不會隨便動用 因為這個影響很大 但是有這種情形 那這個也就是屬於 最高的國家領導人 才可以有的權利 好以下 第41條請唸 下一位 41條 好這句話要注意依法二次 如果沒有依法的話 那不得了 總統該任命誰就任命誰 這個考試制度也不必存在 一個沒有文官資格的人 可以任命作為文官嗎 所以這個依法 叫依什麼法 好這裡有兩種情形要注意 一個是文官一個是五官 如果是文官 就是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 老師在這裡 你註記了文字25條 你們自己回去看 我們文官基本上 是分成三大類型 檢任 建任跟委任 只有檢任跟建任的人 可以得到 初次任命的時候 可以得到總統的任命令 那如果是五官的話呢 就要依照陸海空軍軍官 四官 任官條例 那第16條 只有軍官 才有曾請總統來任命 那你們會問一個問題 這種 我剛剛講的這種 職業軍人 或者是 長業文官 他需要有這個資格 總統要依法 那請問政務官咧 你就問這樣的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啊 政務官沒有寫在這裡 政務官也沒有依法 也不要依法 他愛任命就可以任命嗎 不是 不要忘記了 這個我們現在講的是 憲法本文的規定 總統發布任何命令 包含任官令 要不要經過行政院長附屬 所以他並沒有私權 他不是可以任命你當部長的人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聽懂嗎 因為要看行政院長 要不要附屬啊 行政院長如果不附屬 當然不行 現在附屬的規定 比較寬 也不成問題 因為行政院長是他任 也是他免的 你如果跟我連這點默契都沒有 你第一天就要跟我蠻幹 那你第二天就下台 這還要懷疑嗎 有這樣的行政院長嗎 今天小應總統請你當行政院長 你跟他講說 這個這個這個 我都不附屬 小應總統說 那明天請你回家好不好 我換一個會附屬的 是不是這樣 你是我的幕僚 你要跟我合作 你跟我搗蛋嗎 講到這事我想起來了 李德輝總統在最近 最近李元柱先生不是過世嗎 舉行國商嗎 那你注意到這個李先生的講話 他說李元柱先生是最好的幕僚 這句話我覺得很有趣 副總統算你的幕僚嗎 就是你看他的想法在他腦袋裡面 這個人是什麼人 我們可能想像說他是我的副手 這今天很委屈了 不是他是我的幕僚 他是最好的幕僚 當然他沒有講 他前面講的 他是沒有聲音的服裝 好了下一位42條 下一位 好 依法依什麼法 老師講義上都寫了 包揚條例第一條第三條 好 那麼陸海空軍呢 有陸海空軍勳賞條例對軍人 一般的人呢還有勳章條例 你們有興趣去看看 什麼彩玉勳章啊 什麼勳章啊 那個名字都在這裡 勳章有五類 勳賞有七類 我記得最後一個是配送你一把刀 賞你一把刀 軍人的賞法跟文官的賞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以前呢 在專制的時期 這都算是國家名氣 名氣是不可以隨便動用的 因為這會造成大家 社會價值秩序的錯亂 一個壞人你給他勳賞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那大家都效法他 所以這個勳賞向來是很嚴重的 那麼如果這個得到獎賞的人 後來出了事情 通常也會一併吊銷的 所以你也不要太高興也得到 得到也會丟掉 那你去看看我們現在跟以前不一樣啊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個限制 那包揚條例裡面呢他有一些個規定 你們自己拿出來看 比方說你們現在最常聽到的是 總統明令包揚某某某 明令包揚 通常這個人已經死掉了 那其他的還有不同的包揚法 你們繼續看看這些相關的規定就好 好下一位請念43條 剛才39條是重要的規定 緊急應變的類型的因為宣告戒嚴 另外一個就是在43條 下一位請念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 利益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 需為急速處分時 總統於立法院修會期間 得今行政院會議之決議 依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 為必要之處置 但需於發布命令後 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如立法院不同立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你們覺得總統有這個緊急命令的實權嗎 事由有限制 程序有限制 還有一個非常嚴厲的制衡 但是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規定呢 你想想國家會不會碰到天然災害 像八七水災像九二億大地震 如果台灣來個大地震 全台灣一半都震倒了怎麼辦 我隨便這樣講希望不要發生 有沒有這種情況 或者是國家財政經濟有重大變故 像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 台灣擋得住嗎 那是不是需要有緊急應變 我們憲法有一些權力分立 這是平常的設計 到了打仗你還這樣子分 你自肯我自肯你 軍隊都跨不出一步 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需要有些應變 但是你看這些規定呢 他就是把它綁著死死的 這裡這個規定 最難的是在哪裡呢 43條最難的是在 依法 依緊急命令法 緊急命令法根本沒定 聽懂嗎 所以總統根本就沒有這個權了 其他獎都是空的了 好那沒有辦法了怎麼辦呢 臨時條款就給他改了 還記不記得臨時條款第一條說 授權總統可以發布緊急處分 不受憲法39條跟43條的居住 這把它鬆綁了 然後到了徵修條文 從第一次開始 又覺得緊急處分 這是違章見主 我們還是回到憲法來 好從徵修條文第七條開始 又說這叫緊急命令 事由方面呢 有一點放寬 現在基本上是緊急危難 財經重大變故就可以了 放寬事由 可是他的追認時間呢 原來是一個月 現在是十天 因為經費洗筆啊 以前交通不方便啊 那你一個月可以做很多事耶 如果一個月有一個憲政獨裁者 他也給你搞得天翻地覆了 所以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我們只要十天 就要立法院同意 就要立法院 立法院如果不追認 那就立刻緊急命令就失效了 那以這是大體上的制度 要件也講過了 那程序要件也說了 那我們現在可能比較需要 就要看一下 如果總統發布了緊急命令 按徵修條文的規定 立法院要怎麼處理它 這裡呢就要看一下 立法院怎麼追認 是要全案追認還是主條表決 這主要是規定在立法院 速迅速做成決定的 比方說921大地震發生了 如果典型的內閣制國家 比方說日本 日本有沒有發生板神大地震 震的區域比台灣還大吧 損害鏈機損害的情況 比台灣還嚴重吧 但是它們在發生以後 不到兩個禮拜 它們就通過了幾十個法律 內閣制就有這個好處 你不通過 那我就倒閣了 這時候不會啊 一定會通過 然後迅速地採用了各種各樣的立法 該怎麼修就怎麼修 該停止怎麼 該換什麼就換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這麼快 所以我們呢是在921以後呢 有總統發布了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的情況很少行使 以前緊急處分也很少行使 緊急處分我記得比較清楚的 比方說87水災有過一次 還有一次呢就是在中美斷交 當時有選舉 我們正在選舉 那時候蔣經國當總統 他發布了緊急處分 選舉暫停 一年以後才恢復 就讓這個局勢緩和一下 像這些 這是很少數 我記得緊急處分好像只有三次 我可以再查一下 那緊急命令也很少 那最近能夠想像得到的 就是李登輝總統為了921而發布過緊急命令 好那現在在我們憲法上講的 比較重要的就是 緊急命令要受到一定的制衡 然後緊急命令它的定位要怎麼處理 是這樣的問題 看第五 總統在緊急情況之下 發布的緊急命令 我們要怎麼界定這個緊急命令的位階 還記得一開始的時候講過那個三角形嗎 那個Hans Kelsen的那個 法規法規範階層構造說 從憲法往下然後應該是法律 法律下面才是命令 但是請注意這個緊急命令沒有那麼低階 它雖然叫命令也是總統發布 而不是立法通過的 但是未階上它相當於法律 下一位請念第543號的解釋 這是大法官對於這個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很少有很少見 那我們對這個事情也抓了一個機會 趕快做一個解釋 把它的定位講清楚 來 下一位 吳四三 緊急命令系總統未應付緊急為難或重大變故 直接依憲法授權實化布 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益指定 好 暫停一下 這個命令卻能夠變更或替代法律 你說這個還叫命令嗎 所以不能用我們憲法 當時172條說 命令抵住法律者無效 不是這個意思 緊急命令不是普通命令 緊急命令的位階至少是法律 它可以改變法律 比法律還要高 是不是這樣子 現有的法律 總統緊急命令說 停用就停用了 比方說當時 921大地震總統停用的法律當中 就有一個是牽涉到環境影響評估 就就 比方說我們現在要震災 要做什麼什麼 都還要還評 再搞個三個月半年 大家都餓死了 聽懂嗎 那這種就不要還評 這些這些 就把還評的規定給豁免掉 還評的規定停掉 好繼續 其內容 其內容 那這樣怎麼行呢 這樣不好 但是 那真的能想得那麼周延嗎 好 往下 弱 比方說921 誰會知道它的大地震呢 好 暫停一下 細節性技術性事項 這個幾個字讓你們想到什麼 我們上一個學期讀了很多 大法官常常用這個意思 說這個時候行政機關 它可以發布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規則 行政命令 它是固有的權限 但是它只限於細節性 技術性的事情 忘記了嗎 怎麼辦呢 好 往下 而 而有待執行機關 以命令補充 方能有效拿起緊急命令之目的者 則應於緊急命令中 明文規定其意思 好 明文規定其意思 這個意思說 把它圈起來 就是說你如果還要 再授權由行政機關來補充 那你自己要講清楚啊 我們原則上是覺得 你的緊急命令就應該可以用啊 不需要在別人來補充 但你說緊急命令 內政不補充 外交部補充 什麼不補充 那你要講 然後繼續 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序後 再行發佈 好 追認程序也圈起來 如果你沒有經過追認 那到底是立法院同意還是不同意 這個將來體系很影響很大啊 因為它可能變更法律啊 所以你要不要有立法院 那個追認程序呢 完成追認程序以後 你再發佈 除非你在上面就已經說 我這要補充 那另當別論 好 然後繼續 此中補充規定 應依行政命令至審查程序 送交立法院審查 以服憲政之序 最後這句話什麼意思 行政機關 依照總統發佈的緊急命令 再發佈補充命令 它就是命令啊 它只能當成命令 送立法院去審議 如果立法院覺得這個命令不合理 它就不通過 你就不能生效 不能死刑 立法院隨時可以把它停掉 這個部分有關於行政命令的審查程序 我們到了立法院那一章 我們會再討論 所以行政機關 你要依據緊急命令發佈命令 那這種補充的命令 實際上相當於我們講的法規命令 你不是可以隨便發佈 你還要得到立法院這邊一定的制衡 這樣講有沒有清楚 好了 這到目前為止 是我們對於緊急命令這邊的規定 那你再想一想 緊急命令給總統立法權 然後同時立法院的立法權還存在 所以在這個緊急命令的期間 我們這個國家很特殊的 是屬於二元立法併存的狀態 這個併存就有很多有趣的事了 剛才說 要經過立法院追認 立法院不同意就立刻失效 這是一種情況 那麼請問 同時立法院可不可以隨時 在緊急命令有效的期間內 通過內容相同的規範內 相同內容的法律 我用法律把原來 總統發布的緊急命令 給代換掉 可不可以 你看下面的例子 總統發布了921地震緊急命令 有效的期間是半年 在這個期間內 立法院就通過了 921震災重建戰刑條例 那麼如果兩者有衝突 是不是要以後法優先 是以立法院通過的那個 暫行條例 就會取代了總統的緊急命令 好 所以這裡我們講到的是 權力分立的相互制衡 再往下 請問這個時候 法院如果還開門 還有沒有違憲審查 還有沒有合法性的審查 那個命令 是依照總統依照 憲法未接發布的緊急命令 有沒有可能違憲 舉例子 緊急命令 要件要不要符合 如果你不符合 剛才講的緊急危難 重大財政經濟上的變故 並且預約必要範圍 這個要不要審查 聽懂嗎 現在明明沒有事 總統就給你發布緊急命令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 我現在不管可不可以 我現在要問的是 程序上可不可以提交 申請大法官來解釋 另外 如果行政機關 發布了 補充的規定 那個補充的規定是命令 那個命令 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要不要接受 法院的違法性 合法性的審查 這個我們實際上有過 因為在定了總統發布 那個命令以後 我們有一個叫做 緊急命令執行要點 那個要點 也有產生這樣的問題 好你們看一下下面第八點 緊急命令可不可以衍生執行要點 好 1999年921大地震 總統在9月25號4天以後 發布緊急命令 立法院在9月28號追認通過 行政院在10月21號定班了 緊急命令執行要點 就是剛才講的了 他講的不清不楚啊 那我們怎麼辦 韓宋立法院 好下面引號 這兩字怎麼唸 會唸的舉手加0.5 這表示你們國學基礎不錯 這個字就跟調查的查一樣 它是那個查的古字 古字 就是查之 那你會問我說 既然這樣 為什麼不寫那個查 要寫這個查呢 有一種說法是 這樣子寫 比較 你說是調書代證 不好意思 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比較有學問 我們比較慎重 我們用的字呢 就是很慎重的這種字 好啦 反正不重要了 它就這個意思 立法院在10月25號決議 准以備查 不必交付審查 我剛剛不是說 立法院要審查嗎 它可以不審查 好啦 這樣可以了嗎 那有另外一個第10點看一下 緊急命令 要不要進一步的法治化 你們覺得呢 有很多人在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把它 寫成法律呢 首先 世界上的事情 有沒有你想像不到 我們為什麼要用個緊急命令 這麼概括的東西 因為每一種 特殊情況不一樣嘛 所以你怎麼有辦法先歸類呢 天然災害要歸類都不容易 你們現在覺得 颱風是不是越來越大 颱風路徑是不是越來越奇怪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的是 放假放錯被罵 但是我問你 如果放假不但沒有放錯 還碰到一個超級颱風 死了一堆人 你不放假 你又怎麼辦 這事情是不是很難 下一位 是是是 總統對於願與願真實 出本憲法有規定者外 得超級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好 這叫做願記什麼衝突 或者願記什麼的 什麼的協調權 不管你怎麼叫它 這個權利呢很有趣 你們想像中 總統應該很喜歡行使這個權 才對對不對 不對 總統 以前的總統 非常不喜歡行使這個權 好 下一位請念4次第3號 以前4次第3號我講的是它的內容 現在我講的是另外一件事 繼續 監察院 監察院 那我所主管的事項 我能不能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呢 憲法沒有明文 好 那這個是影響到其他各院的權利啊 行政院可能會反對啊 這樣他覺得我不聽他的話啦 可是我覺得我不能聽他的話啊 我要五權分治平等相違 當時還沒有這個解釋以前 沒有這個概念啊 好 那說 那總統你出來召集一下 我們來解決一下 好 繼續 今 今召集立法監察司法成員院長討論 以會上結果 須由川西院做成決議案 方便貫徹 即手續復雜 由過於大法官解釋 故人 故人 故人將大法官解釋為 聽懂了嗎 人家叫總統行使44條 總統說 這不好 這不好 你們自己去申請解釋 是這樣來的 對 下面那個76號解釋 這是第二次 聽懂了嗎 那三個院吵起來說 我要去參加亞洲和世界國會議員聯合會 我才是國會議員 他說他是 我也是 最後大法官做了76 76號也一樣 在那之前 人家說總統出來召集協商一下 不要 還是大法官解釋 所以我們大法官真是有榮乃大 好 這是以前 你再看一個解釋 等一下我講到最後會講到這個解釋 627 627號解釋是非常特殊的解釋 第一 特殊是在 他是由總統府總統 來申請的解釋 總統很少申請解釋 他以前 叫總統出來召集協商解決個月 他都不要 更不要說他會申請解釋 好了 這個是我們講到44條 所以44條是一個空的 唯一一次認真討論的就是520 520最後還是由立法院去申請解釋 剛才是44 現在我們看其他的沒有寫在憲法裡面的 後來有的沒有的 第一個是大政方針決定權 他的原始爛傷就是在臨時條款 臨時條款要賦予總統大政方針決定權 大政方針很不明確吧 我們先看一下 下一位麻煩你念臨時條款的第四項 要記得臨時條款我們都叫做項 不叫做條 下一位請念 動元勘争實習本憲政體制 受勸總統的設置動元勘争機構 決定動元勘争有關大政方針 並處理戰地政務 我上次問過你們什麼叫戰地政務 對不對 你們從這個條文看不出來 什麼叫動元勘争機構 對不對 結果總統做了什麼呢 設置了國安會 以及國安會下屬的國安局 有國安會跟國安局 并且掌理勤之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你也可以说 这个为什么大家批评 它是违章建筑 因为这是一种实权 你以前如果有这种机构 如果总统没有实权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设在行政院 为什么设在总统呢 听懂吗 那现在从这时候开始在总统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 因为是总统定的 它不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所以它叫纲要 除了紧急命令以外 这是另外一种命令 这叫纲要 这个纲要呢 里面第六条第二项呢 很有趣 它说呢 而是原则上第六条第一项是 行政部门哪些哪些 比方说国防部长 经济部长谁谁谁 参加这个国家安全会议 第六条第二项说必要时 可以叫司法院长 立法院长 什么考试院长 什么通通可以来练习 我们本来有五权分立 平等相为 这一练习以后大家一起通过 然后就没有了 这个界限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规定是非常有问题的 从权力分立的观点来看 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大正方针 决定权 把这个权力分立 就界限就可以打破了呢 另外 这个做成的决议 还要付诸执行 你以为我在这里 随便跟你讲讲呢 不是的 所以总统这个地方 有很真实的实权 好 那么到了修宪以后 第一次第二次呢 就把这个国家安全会议法 给他正式的本来是个纲要 变成了立法 就通过了国家安全会议法 在通过的过程当中 曾经立法院引起了打架 这就后来有342号解释 因为当时的反对党认为 这既然是宪法上的违章建筑 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 你现在换汤不换药 你把它正式写成总统 依照真修条文雄的职权 但是总统他不这样看 总统已经取得的权利 他会跟你说 那是以前的总统 我现在总统不要吗 还是你觉得有权利的 大家继续维护了 不过他当时写的是第二条说 国家安全会议 是总统决定国家安全有关 大政方针都没有改 的咨询机关 咨询机关归咨询机关 咨询机关还是很重要了 是不是 那你往下看 1997年四次宪法征修以后 这个条文还在征修条文里 同时他也制定了国家安全会议的组织法 这个组织法第二条第二项 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 下一位麻烦您念一下 四第二条第二项这个刮狐狸的字 国家安全细致国防卫条 港湾关系及国家重要变幅值相关事项 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要叫你念这个 今天在台湾有很多人说 我们是所谓的双手掌制 或者是半总统制 他说总统的权就是这些 请你要注意 你如果是这么讲 这是法律的规定 这不是宪法的规定 听得懂吗 你这个法律有没有违宪 恐怕还要经过检验才知道 你可不可以说 我在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 说国家安全是指这几件事 所以这就是总统的职权 总统就是有这样的职权 你还是要参整个宪法结构 来决定国家安全会议 作为一个咨询机构 它能管什么事情 听得懂听不懂 那我的讲法不是这样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修宪 九七修宪以后 我们基本上是 实质上是总统制 虽然外观上看起来 好像是半总统制 是双手掌制 然后再下来第十个 被动解散立法院的权利 这里有问题要提问你们了 被动解散都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第二条第五项 我们把条文念一下好了 第二条第五项讲什么 下一位 正修条文第二条第五项 总统于立法院通过 对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 好 暂停 于这个后 所以是在这个条件成就时 继续 十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所以这是被动解散立法院 对不对 立法院要先通过 对行政院长的不信任案 总统才能取得解散立法院的权 我讲有没有听不懂 所以这叫被动解散 请问为什么宪法征修条文 不给总统主动解散 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如果总统可以主动 解散立法院的话 那这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首先 如果我们是总统制 我们要回到总统制的原型 美国的总统能解散立法院吗 不能 他不能解散我 我也不能被他 不能被他赶下来 我们才维持平衡 如果是内阁制 我可以解散你 那我也可以让你倒戈 也是平衡 我可以杀死你 你可以杀死我 我不能杀死你 你也不能杀死我 那不然的话 总统一直把别人杀死 别人只杀死不了总统 那怎么得了 这样有没有听懂 好 没有 好 我们再想一想 法国的半总统制 总统能不能主动解散国会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法国的半总统制下 1958的宪法 总统是由主动解散立法院的权利 国会下议院的权利 Assemblée Nationale的权利 他有的 好 那你们问说 那这样子不平衡啊 不会 如果他解散了以后 就要重选 重选完的结果 谁在众议院当中取得多数 总统就有义务 按照宪法的惯例 要任命那个多数党的党轨 来担任首相 台湾没有这种惯例 他有这种惯例 他不能解散国民党 除非国民党发疯了 所以我刚刚讲过 国民党如果要发疯 那谁也救不了 但是如果在野党 而且是大党 他不发疯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解散他 可是你可以主动解散 你就要跟着有一个配套 那愿赌服输 你解散以后 你输掉了 那你要不要任命 其他的党的党魁出来 担任行政院长 你要不要任命 我们不是 我们第三条第一项刚才念过 总统任命 他爱任命谁就任命谁 他通常不会去任命那样的人 那除非你说 我要创造一个宪政惯例 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第二个问题 总统可不可以 不带行政院长请求 直接解散立法院 刚才我们第二条第五项 是不是只有说 总统征询 咨询立法院院长议件以后 咨询 我问过你就可以了 听跟不听 我总统决定 对不对 我不必受你拘束 不然就写 因经立法院长之同意 他没有这样写 现在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另外一条规定 什么情况之下 总统要 谁可以向总统来建议 解散国会 这个条文我们上次念过了吗 第三条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讲过 这是行政立法两院之间的制衡 第三条第几款 第三条的第几项 第一项不是 第二项 第二项的第几款 第三款 下一位麻烦你念一下 立法院 立法院得经权体立法委员 1 3分之1以上联署 对行政院院长提出 不信案案 好这个规定 你看3分之1重不重要 很重要吧 现在国民党想要做都做不到 再下来 不信案案提出七三小时后 应于四十八小时内 已尽名投票的决资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 2分之1以上赞成 行政院院长应于十日内提出辞职 并得同时澄清总统解散立法 就是这句啊 所以是当行政院长被推倒的时候 他才来一记回马枪 你干倒了我 那我也让你一起同归于尽 所以他去申请总统 请求总统解散立法院 好我的问题是 他来请求总统 总统要听他的吗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他没有请求 总统能不能主动把他解散 想清楚再回答不要这么快 不要用直觉 想想看老师刚才问你说 总统没有主动解散 只有被动解散 什么叫被动 是要立法院先通过 不信任案 总统才取得解散立法院的权 所以只要立法院通过了 行政院长有没有申请 并不是重点啊 他不申请怎么样 不行啊 嗯有趣哦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不对 也许我们考 行政院长应该考这一题嘛 另外一个 总统说 行政院长跟总统说 请你替我报仇 你看我为你这么效命 结果被他干掉了 你替我把他们也干掉 总统可不可以虚衡全局 以大局为重 你下台吧 我换No.2上台就好了 不要解散立法院 那解散立法院更难办 可不可以 我问的问题有听不懂吗 虽然这个问题 之所以不要马上给答案 还是牵涉到 我们是什么宪政体制 这些会牵涉到 我们这个条文 应该要怎么理解 不只是文艺的问题 有目的的问题 有体系的问题 这个权力会跑到哪里去 这是重点 谁对这件事情有Final Say Who has the final say on this 这是关键 好 再下来提名权 原来总统可以提名行政院长 经理法院同意 现在不必了 行政院长总统直接任免 但是总统一大堆提名权 司法院的 考试院的 监察院的 还有省记长 一大堆 所以总统重不重要 这个总统可以说 是极大权一生吧 他可以任命一大堆 需要依据宪法 超越党派 独立行使职权的人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 都是这样的 这总统都是总统提名 有人说总统要怎么提名吗 总统有必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吗 完全没有 这些完全是总统的裁量范围 他愿意组织一个委员会 当然可以 他不要 也没错 好 再下来 总统的选举罢免 这个部分呢 下一位请念45条 45 这是不是对于年龄的限制 有没有人认为 这是年龄歧视的规定 我不到40岁 怎样 你瞧不及我 不能当总统啊 那我们像上次 有没有讲过 像这样的规定 有没有很严重 一般来讲 只要这个规定 是在国民平均寿命 不是离得太远的情况 比方说我规定90岁 那国民平均寿命 都不到90岁 这就非常有问题 那40岁一般来讲 租均烧鞍即可啦 马上就轮到你啦 也不是很难嘛 那这个 当然你可以说 40岁的人 这是取平均值啦 也许一般来讲 可能OK啦 另外我们要看一下 有关于总统 副总统选办法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限制 比方说27条 是哪一些人不能登记 然后呢 籍贯方面有限制 1.3 这我上次讲过一次 我们现在是在 选办法 20条第一项规定 要在台湾地区连续居住满6个月以上 并且要涉及15年以上 才能拥有选举权 这最主要是怕 大陆地区人民也说过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 但很抱歉 你有国籍 你没有户籍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一样不能拥有选举权 听懂吗 然后选举的方式 我们过去是由国民大会来选 这有规定 你自己看 这个条文已经 这个选举把国民大会的 总统选举罢免法已经废掉了 那现在征修以后呢 当然就是由人民来直选 那人民直选的相关规定呢 主要是 正副总统必须是同一组人马 一个政党要推荐一组人马 你不能总统是A党的 那另外副总统是B党的 这会产生内部的矛盾 B党那个副总统 天天很希望一党的总统赶快叫辫子 不然他怎么能够 代行直决或者继位呢 那政党也有一个限制 这是在总统选拔法22条第二项 要在上一次大选当中 获得5%以上选票的这种大党 那当然对小党来讲是比较不公平 我们小党就不能推荐了吗 谁叫你这么没有代表性呢 那么比较现在有争议的部分呢 就是联署 这个以外政党推荐以外 你可以用联署 但是要缴交保证金100万 然后以后你参选的 还要缴交参选保证金 现在是1500万还是1600万 这样的数字 那有关于这个 我们上次上学期有讲过 468号解释 大法官认为这个保证金没有危险 但是老师已经跟你们讲 我认为这个很有斟酌的余地 我认为这个很不好 这个主要就是说 为什么要保障 能交得起保证金的人 才能够参加这个竞争 这个是一种很奇怪的条件 它不是学历 它不是资历 它不是秉德 最重要的是它不能代表popularity 我有民意的支持 但是没有这个钱也不行 当然你会跟我讲说 现在台湾这么有钱啊 你有那么多民意 只有一个有权人会捐给你的 我也不能说不行啊 但是用这个条件 实在是有点奇怪 那你为什么不用 能够在多少时间内达到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规定 它要求45天内 能够要达到上次大选 选举人总数的0.75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 你去联署看看你就知道 你站在马路上很久 也没有人鸟你 除非你很有名 长得很帅或者什么 不然的话谁要跟你签名啊 签名还隐移你的身份证 还要贴什么贴什么 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是不是 好总统的任期跟续职跟就职 这个任期的部分呢 原来是任期规定在47条 上次老师讲 我们征修条文把47条这个停掉 这是台湾正式进入威权时期的开始 那现在呢 总统直选以后 把任期从6年改成为4年 为什么缩短 你可以说大多数总统制都是4年 那为什么总统制不让它长一点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问题 对不对 任期太短 大家都谋求短线利益 我现在做什么 要立刻看到绩效 你如果过了10年才看到 那才我去下台了 这是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不是总统制的问题 所以总统制如果要调整 时间可不可以稍微长一点 当然你会跟我讲说 那长一点怎么制衡它 这个我们到立法院再来想一想 上次我们讲过有一次宪法征修 第六次 我们是不是说 有几个戴帽子的出来说 立法院是乱缘 乱缘之一就是任期 人数过多 所以我们从225减半 记不记得 你们说已经蛮大的 忘记了吗 立法院是我们的乱缘 所以乱缘解决的方法就是减半 减半以后立法院现在还是不是乱缘 所以这好像不是用这种方法解决 科学家不能解决我们法律学家的问题 不能解决我们政治学家的问题 这事情不是名气大就能解决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记在心里 如果总统任期要延长 那他相对的制衡要怎么处理 我们美国 我们上次讲过了 两年改选全部的众议院议员 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 所以总统碰到其中选举现在又快到了 那大家都非常紧张 我们没有这个机制 而且现在很糟糕的是 我们的任期四年 立法院本来是三年 也改成四年 跟总统绑在一起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制衡 听懂吗 除非票开出来 你才知道是同一党还是不同一党当选 甚至于没有办法预测 一定会是怎样 所以像这些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 立法院的问题 要靠立法院本身来解决 你把它拆成两半 或者不动 但是我们给它有其中改选 比方说四年 每两年改选一半行不行 假如总统任期变成六年 那立法院任期回来成三年 每三年改选其中一半 这样有没有制衡 有没有警惕 这都是可能的方法 总统的选举跟立法院的选举 一定要在同一天吗 宪法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现在是依照中选会的规定这样做的 以前也不是同一天了 所以小英上次已经讲了 就搞成这样干什么 换我这边等等等好久 我才能上台 是吗 他等到五月才上台 等很久 那这中间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个政府已经知道自己输掉了 还要等很久才还下台 何必要这样子呢 当然你也可以跟我说 实际上如果你没有政治经验的话 你这段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事 总统可以任命几千个官员 几千个人 你平常认得几千个人吗 你再看看Trump Trump任命来任命去 还是他周围的人 他的女婿 他的女儿 他的什么 在家骂死他了 有没有 你要认识很多人 不很容易 Trump做生意做了一辈子 那如果是你当选总统 你要任命谁 有几千个位置等着你摆 所以这个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好下来宣示 下一位请念48 总统你英语就指时宣示 事实如座 好下面你们自己看 请问你为什么要把总统宣示的事实 写在宪法里 这个人是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国家 他可以随便宣示吗 好对不对 好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 然后再下来49 下一位 49 总统学位置由副总统继任 是总统任期间来为止 是所以想想看 谁是这样子当总统呢 李登辉啊 李登辉不是继任的蒋经国 剩下来的任期吗 不是吗 我讲错了吗 好往下来继续 一个叫继任 一个叫代行及职权 好继续 并以本宪法第30条组规定 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 因为原来总统是国大选的 但现在呢 只好召集临时会 进行 往下 好这个继任的总统 要看上任总统还剩下多少年 把它补完 原来总统一任是六年 好继续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400 多少号 419号解释里面讲 副总统可不可以兼任行政院长 会影响代行职权的宪法原始设计 就是这一句 听懂了 好下一位 50条 好 总统于任何之日解职 如借其次任总统尚未选出 或选出后总统副总统均位就职时 由新建议日长代行总统之权 好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代行呢 它有个实践的限制 麻烦你一起念51条 这是总统的特权 好 一起念完52条 这是总统的特权 总统触犯内案或外犯罪外 非经罢名或解释 所有形式上是诉求 好 那我们在这里因为时间 我讲说今天我只要讲到5点半 时间已经到了 那这剩下的部分呢 你们回去听录音带也可以 那下礼拜我会把它补起来 那在这里大法官有重要的解释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388 一个是627 627号解释 建议你们回去要看一下 要看详细的看 因为627号我们还要用很多遍 388看一看 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看看老师这个 栽在这里的意见就够了 给大家看 5153 5153 5153 5154